刚刚已经按照那个顺序 所以刚刚的动作基本上就是 跟刚刚一样 这个先产生一个区 然后MID 插入枢纽分析表 那区拖拉到这个下方 这个应该是这个 区拖拉到这个列 然后区再拖拉到这个值 OK 那并且做出圆形图 那圆形图里面我们已经更改 不过最后呢 圆形图比较麻烦一点的地方 就是说 它的每一个区块上方 如果你没有给它资料标签的话 你会不知道说到底哪一个区块 指的是哪一区 所以通常呢圆形图会多做一个动作 就是按滑鼠右键 里面的话有个功能叫新增资料标签 那它有两个选项 一个选项是叫什么 叫做新增资料标签 一个是图说文字 当然我比较推荐是新增资料标签 下面的一个图说文字 不过呢 我印象中好像是 Excel 2013以后的版本才有 所以如果你是旧版你就没有 所以以前我们用旧版的时候是用这个啦 那这个的话其实蛮麻烦的 为什么 因为你点这个的话 它出现的会是它的数量 但是其实我不是要数量啊 我是要它的什么 它的这个标签 所以你还必须要把它更改 怎么更改 按滑鼠右键 然后资料标签格式 格式的地方的话 你还 这个面板好像有点怪怪的 它都变颜色 OK 它好像这边显示有点怪怪的 不知道是不是跟那个 我们这个 这个什么 远距的这个软体有点 像冲突啦 不过不管没关系 然后把它改成类别名称 然后把值打勾取消 有没有 最好有百分比啦 百分比出现 但是它又在里面 你势必还要再让它往外 所以什么 终点外侧 也这样OK 但问题喔 每次坐到这里很多同学 就觉得很复杂 所以我建议啦 如果你假设不想这么麻烦的话 我先砍错字一下 我把它复原一下 我干脆用刚刚讲的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所谓的图缩文字 OK 那图缩文字的话呢 其实就是怎么样 这把它搬出来 不然它会变成 整块就变成 OK 那图缩文字很简单 按右键 直接新增标签 然后呢 这边有个图缩文字 它马上就会出现我刚刚要的结果 OK 所以喔 不过可能会需要注意的就是 你的版本如果太旧 那没有 你只能用刚刚的方法了 那最后还有一个动作 我如果希望中山区把它炸开来 这个炸是指把它往外 不过这个翻译的问题 中文意思应该什么 让它往外推一点 OK 不然你讲到炸感觉好像有点恐怖 OK 然后呢 那怎么样把它往外推呢 第一个先选全部 所以1点圆形图 2点你要推出来那个区 就是中山区 所以再点中山区一下 3往外推 OK 这样就OK了 所以喔 假如你要把你要的那个区块 把它往外推的话 那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分三个步骤 1点全部 2点这个区块 3往外推 保证没问题 如果你要往里面推 你就再推一下 如果你假设你要再推别块 比如说40区 你再点40区 然后再往外推 你就不用点全部了 直接点那一个区块往外推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请各位试试看 等于是理论上 我们今天的时间 大概 我看先做两区 两个 这个图看看 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呢 那再做第三个 如果没时间 那可能就是给各位当成是 那个 课后的作业 回去可以自己玩玩看 那当然我是希望 诶 这个课程尽量是活学活用 OK 也就是你学了 马上可以用 OK 然后 应该对各位 如果是有帮助 当然是我最想要的 OK 所以最后把这个名称再改一下 各区比例图 Ctrl C 然后呢 把他的工作名称改一下 也叫各区比例图 OK 大概是这样子 不过呢 我们做的 假设每一天 你都要再来一遍 那也就是当然你会发现 其实会蛮浪费时间的 可是哦 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所有的动作呢 都变成自动化 也就是说你将来只需要按按钮 或者是执行某个程式 他就自动完成的话 那该怎么做 所以待会的话呢 我们主要的重点就摆在 如何把刚刚的流程 变成这个VBA的程式 最后呢再变成按钮 那这个过程我想难度又会比刚刚更高 不过相关的程式码云端上都有 所以你们待会还是要找到那个云端的那个程式 因为上面其实比较会需要用到的程式码 基本上呢 我已经帮各位贴在那个云端上面 所以待会的程式码应该会是在 爬虫的部分在这里 在第12页的地方 就这一段 OK 那这个是一个范本 那这个范本其实也是从录制聚集产生的啦 那只是说 在那个Excel里面录制下来的程式码 哇 那有些时候 它太多是预设值 根本不需要 所以我已经帮各位 把不需要的东西先删掉 留下需要的部分 那待会再跟各位讲一下 如何把刚刚整个流程 通通变成VBA的程式 然后进而变成按钮 然后可以让你的工作更加的自动化 OK 所以请各位先试试做做看吧 刚刚又多增加一个 各区比例图部分 OK 试试看